大家好,我是巴梅 不知道大家去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 有没有吃过一种小吃叫集市果 它可以说是在全球迪士尼乐园都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甜品 而这个集市果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西班牙油条 它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有名的小吃之一 而且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西班牙人喜欢把它当做早餐或者下午茶 迪士尼官方还公开了他们集市果的做法 希望疫情期间不能来到园区游玩品尝的朋友们 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制作 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 再配上一杯咖啡 哇,想想就很美味 而且这个西班牙油条的祖先 还真的是我们中国的油条 边做边给你们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先来做油条的面团 需要准备一些黄油 还有一点点这个最重要的肉桂粉 一小撮盐 还有水 如果你喜欢油条本身也带一点甜味呢 可以再加一点点糖 一起放进小锅子里 用中小火煮 这个油条做起来 要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简单多了 大家都知道油条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食 每个地方方言的叫法都还不一样 我们这里的方言叫油炸鬼 你们那叫什么 差不多煮开了 这个时候黄油和糖也都融化了 加面粉进去 把它们混合成团 用小火边加热边揉捏它 差不多两到三分钟 直到没有干粉 你看从宋朝到现在几百年过去了 油条依然是我们早餐最常吃的东西之一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远在欧洲的西班牙人也有早上吃油条的习惯 成团以后丢进碗里 然后夹鸡蛋进去揉 前面忘记说了 这个面团一定要等凉一点之后 再把鸡蛋加进去 有记载说明朝的时候 葡萄牙人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做外貌 除了带回去中国的香料和瓷器之外 还有我们的文化和美食烹饪技术 油条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他们还没有等到完全学会就走了 到了那边就变样了 后来又传到了隔壁邻居西班牙 他们也特别喜欢吃 所以中国的油条就是这样摇身一变 变成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小吃 面团揉到这样就好了 细腻光滑也很柔软 装进裱花袋里 这个裱花嘴你可以选稍微大一些的 把油热到170到180度 就直接这样挤下去 长短可以随意 西班牙人16世纪征服美洲之后 就把这个油条文化也输出到了美洲 所以现在你看美国人也很喜欢吃 迪士尼乐园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就一直在园区里卖这个油条 每年能卖出超过550万根 已经成为了迪士尼美食的标志之一 炸到这样看起来金黄疏松就好 也不需要复炸 如果你想这个油条炸出来直一点 也可以先挤到烤纸上 再放下去炸 这条挤得好丑啊 但这个没有关系 挤得不好可以随时给它放回去 这时候你应该已经能闻到那种香甜的油炸碳水的味道 如果你不想油炸的话我试过用烤箱也可以 不过真的还是油炸的香 我看过西班牙街头小摊的视频 还有那种一整条盘在一起的 盘起来的这个没有专业的技术还是有点难模仿 在西班牙当地人会喜欢配上肉桂糖 咖啡还有冰激凌来吃 往砂糖里面加一点肉桂粉拌匀 把炸好的油条往里面滚一滚 哇好香啊 而在拉丁美洲他们喜欢配上各种酱 准备一点奶油加上一点肉桂 还有一小撮海盐 还另外加了一点浓缩的咖啡叶 可以做出味道很丰富的甘纳曲 煮开后冲到黑巧克力里 哇怎么可能不好吃 再来配上一杯香醇浓郁的咖啡 这一份是撒了肉桂糖的 这一份是原味的 然后配上这个巧克力酱 这样的口味你们会更喜欢哪个 一还是二 其实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这个肉桂的味道 因为我平时喝美式的话 就喜欢往里面加一点肉桂粉 不过今天配的是焦糖马其朵 哇 现在尝尝这个撒了肉桂糖的 这也是一种吉士果很经典的搭配 哦 它的外壳吃起来其实有一点像那个手指泡芙 肉桂的味道非常香 嗯 很好吃 再来试试这个蘸巧克力酱 这个酱我做的它比一般的甘纳曲会稍微的稀一些 然后里面加了一丢丢的海盐和肉桂粉 应该会很好吃 这个跟刚才的肉桂比起来又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就是会有一种焦糖海盐的口感 又是很浓的可可 还有一点咖啡的味道 而且用黑巧克力做的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甜 我觉得这两个味道都很好吃 真的难分高下 我最喜欢喝的咖啡 除了美式之外 就是这个焦糖马其朵 大家平时最喜欢喝什么咖啡 来尝尝这个烤箱版的 烤箱版的颜色看起来有点淡 烤箱版的这个外壳明显没有炸出来的酥脆 可能烤的时间还可以长一些 但是也不错 所以说碳水还是要油炸的才好吃 几根集市果 然后一杯咖啡 一下子就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好 所以在西班牙很多人把它当做早餐 吃完了一天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哦所以它叫集市果 预示着吃完就会有好事发生 我觉得你们肯定是要给我三连了 好那这期的西班牙油条 希望大家喜欢 真的真的有空一定要试试看 简单又好吃 最后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可不可以忘了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